刚刚主要是什么 把那个格式把它改 就是说改成我们的民国年 那接下来如果说 其实我觉得日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我们 他给我一个资料是年月日都有 然后还有礼拜几都有 可是问题我今天计算的话 通常会计算是相差几年 相差几个月 相差几天 那你不能说直接拿这个日期 直接来计算 如果直接计算只能计算天数 但是如果你要计算月跟计算年 是最麻烦的 所以后面会提到有个函数 就是Dedif 其实Dedif主要是解决月跟年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把一个资料 里面有年月日周集 这四个资料 我希望把它切割开来的话 这个有点复习 我们在第一次上课 他会这样吧 里面的话就是我如果要取得年月日里面 因为我要知道他几年次 我才有办法把那个客户里面 他是几年次做个报表 我是希望说几年次 按照几年次哪一部分人最多 把他抓出来的话 那首先当然我就需要把他分开来 所以他怎么把他分开来 当然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把他当文字来看待 文字来看待的话就切割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不用把他当文字的话 另外是真的把他当日期看待 那如果日期看待的话 在那个ESALE里面会提供给你 年的话会有个函数 year 月的话就有个函数叫month 然后day 那这叫weekday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分开来 如果你后面还有那个10分秒的话 叫hour minisecond 也可以全部把它分开来 OK 你分开来你才有办法计算哦 如果没有分开来没办法计算 所以第一个 如果把它当什么 就是复习一下 把它当文字的话 所以请你在旁边 就做四个栏位好了 我要四个结果 把它分割 切割开来的话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 我们前面讲过 你如果直接用插入函数 文字把它当文字看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用laps 一定是不正确的 因为laps的话 这个它里面是原始资料是数字 那如果你给它删的话 它得到就是这个 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套一个公式 一 请你先把这一个的格式 按右键的格式 把它的这个里面的制定 这个东西复制下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test函数的 什么呢 那个formattest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意思就是帮我转换 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字 不要让我变成那个数字 OK 所以一 把它复制起来 取消 二的话呢 再利用那个插入函数 找到很好用的一个函数 我觉得这个test函数 真的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 真的做不错结果来 确定 那你的value在哪里 在这里 你的formattest就是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把刚刚的那个格式贴上就OK 那它做什么事呢 真的帮你把这个数字转换为真的文字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切割就一定会是正确的 所以按一个确定 好 那这个目前是真的文字 所以接下来再把它怎么样 减下 不包含等号 重新再插入一个lapse OK 比如说我要前三个字的话 那用lapse 然后test就是刚刚减下那一段 test上 就这个三个按确定 109 OK 然后再来就07的话 07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直接复制 然后取消一下 再到这边用插入 直接贴上好了 不过贴上的话 用lapse 没办法 所以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改成mid 因为它不是 它假设是07 那应该中间的东西 所以你就mid 那mid的话 那它的差异是说 中间这边要多一个参数 逗点 从哪个字开始 104 第五个字 那要几个字 要两个字 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不ok的话 没关系 你干脆就是 直接用把test 那个贴上 贴到mid也可以 其实贴到mid 也是刚刚那一串 你可以贴到这边 然后再改这个两个数字就可以了 其他的话 日跟周很简单 你就拿这个mid的公式 一样怎么样 把它复制起来取消 然后直接日的部分 只要改 这个5 5应该改多少 5 6 7 第8 第8个字 然后按打勾 这样的话就日29了 然后周期的话 一样 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地方改是吧 8 9 10 11 改成11 几个字 两个字 按打勾 周期就ok了 那这个第一个 用把它当文字看 我是觉得把它当文字看的好处是直觉 因为看到什么就是可以把它切割下来 OK 但是呢 如果你不用那个什么 把它当文字看待的话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插环数 你把它当日期看待 如果要年的话就义耳 这个东西 确定 但是喔 结果会是西元年 因为义耳对应到的一定是西元年 所以如果你要是民国年的话 怎么办 减1911吗 有没有 ok 但是你减完之后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转成日期格式 那怎么办 没办法 他太敏感了 应该把它改为通用就好了 109 ok 这样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两个对齐方式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文字 所以特别注意 文字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上个月讲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什么 把上面的109靠右的话 怎么办 还记得吗 直接什么 改这个 靠右吗 没有 其实这也是个方法 只是说 如果你把它靠右边 它只是格式表面 让你误以为它是数字 要不然就是外面包什么 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应该还记得吧 这还蛮常用到的 然后这边的话 月的部分就Mence 所以这边一样找到Mence 然后把它给这一个7 它不是零下 没关系 就把这个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Date Date的话哪一天 就是这个29就过来了 周几的话就星期几 你可以把它用Week Day 它里面有个叫Week Day的函数 然后它有两个 它说你的资料在哪? Zero number你的日期在哪里 那Return Type我建议是空白 OK 那你会发现它回来是4 有没有 它回来是4 不过它这边因为之前可能有放过那个日期格式 好 那4的话特别注意 4是礼拜 7 其实你要思考的话 应该是用美国人的角度去看 4指的是一个礼拜的第4天 那他当然我们一般习惯我们是从星期一开始算 第一天 应该想说应该礼拜四 但因为美国人是从礼拜天开始算 OK 所以是4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让它长得像上面的话 可能要必须借由什么? 格式 格式的话呢 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日期 然后这边一样有个什么? 周几有没有? 你按确定它变周三了 OK 不过你会发现它还是靠个对极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放个数字 所以 year,month,day跟weekday做出来的结果都是数字 那上面这4个的话都是文字 所以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那最后底下有个倒数计时 这个 这个是奥运 应该是日本奥运 不过本来是2020 但现在变2021了 而且2021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法举行 我刚好查了一下 因为这个改过 就是日本奥运到底是哪一天 就这一天 2021的7月的3号 但会不会举行 也不知道 反正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一天 好,展示这一天 希望它能够办 所以2021 2021的7月23 这一天 距离今天剩下几天 其实很简单 等于 这一天 怎么样 减掉 今天日期 今天的话 你就输入today 或者直接选这里 这个today 就是 这个日期 减掉这个日期 打个勾 359天 OK 那你想说 为什么减完 所以是天数 我讲过嘛 因为里面 它实际上是 也就是一个数字 那数字 减数字 得到的就是天数 不过呢 有可能 常常会出现 就是减完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变成像这样的格式 那没有关系 你就自己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格式就可以了 这样就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 年月日周 帮我先用文字试试看 再用日期 并且在做倒数的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练习 主要就是让各位了解 其实日期这个格式 在sell里面 其实是还蛮麻烦的 因为它一个儲存格里面 其实就放了非常多的讯息 包含年月日周 然后十分秒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单独拿出来 才有办法做正确的计算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 试一下